在相動畫裡面一點點 邪鬼術 邪鬼術 擁有豐富經驗的配音員 示範未知名動畫人物配音的技巧 如何透過肢體動作 帶入聲音情緒 學員也躍躍欲試 要來個配音初體驗 邪鬼術 報邪 台灣媒體觀察教育基金會 舉辦的兒少評審培理營隊 安排一系列關於節目製作的精彩課程 其中聲音展演就邀請Podcast主持人 葉佑金 以及有15年經驗的配音員張志倫 帶領學員用故事玩聲音 剛剛老師有讓我們練習配音什麼的 就是很實際的 讓我們在第一線操作這些事情 然後覺得是一個很不一樣的體驗 然後也可以在就是親眼看到專業的配音員來幫我們 就是上課 然後看到他怎麼去詮釋他的聲音表現 其實我覺得這次營隊安排的課程其實跟上次來比的話相差蠻大的 就是他帶給我的知識其實蠻多的 他可以告訴我們怎麼樣的去變聲這樣子 然後不一定我們發聲的時候不一定 就是要把聲音提高其實可以去觀察 平常生活的方式這樣子 主要呢是把整個聲音表演的一個就是概論 然後分享給大家 那我是藉由我們就是聲音演員的一個訓練的流程 然後把一些重點然後讓大家有一些了解 那他們在觀看所有的節目的時候 那也許他們就是會有一個心思去更去能夠想像到說 這些就是製作節目的人他們是怎麼樣去把一段劇情給演繹出來 怎麼樣去表達出來讓兒少的觀眾們能夠看到能夠體會到 我覺得要擔任評審他就必須要了解表演的環節是什麼 因為這樣他們才可以更深刻的去體悟說他們 你可能可以透過一句話或者一段劇情去瞭解這個參賽者 他做了什麼準備或者他背後有什麼可能有什麼的努力可以去想像的 想當個稱職的節目評審當然就得了解兒少節目是如何企劃產製 資深兒少節目製作人曾廷榮 就要大家動動腦思考怎樣才算是一個好的兒少節目 唐科我想要帶給這些孩子首先是讓他們看一些有趣的影片 然後從中去解析就是那這些好看 優良好看的影片它有什麼優缺點 然後希望他們可以從中去了解說就是 到時候他們到時候在當兒少評審的時候 他可以從哪些角度去切入 然後去判斷怎麼樣是好的節目 那好的節目有哪些元素 我今天會在簡報裡面跟他們提到說 就是韓國的羅英席PD 就是一個一日三餐啦 飲食堂 花樣演藝的製作人 他其實有講出一個很簡單的說法 就是一個好的節目需要三個要素 第一個是要有新的東西 第二個是要有有趣的東西 那第三個是要有有意義的東西 那事實上在許多節目做出來 這三個如果有交集大概是最棒的 但常常是沒有交集的 或者只有兩個有交集 那我覺得這是就可以去思考了 那為什麼會少一個呢 那少了某一個元素 它的節目會變得怎麼樣 那多了某個元素 它節目又會變得怎麼樣 希望我們可以從中學到 例如像是等一下接下來的課 會教到我們企劃這個部分 因為我對幕後也有一點點興趣這樣子 然後像剛才那堂課我覺得就很好 就學習到說原來你的聲音 可以有更多的展現 然後你平常看到的節目 它是怎麼被製作出來的 然後我們要用怎麼樣的方式 來詮釋這件事情 2023兒少評審裴力營隊 有來自五縣市 共32位國中小以及高中生參加 大家齊聚一堂 除了學習節目製作技巧 也培養自己從更多元的角度 來看兒少節目 其實我去年就有來過了 然後就覺得在這裡可以學習到很多 就是關於兒少節目製作 然後還有成果相關的一些課程 然後也覺得非常的受用 所以才會想要再來第二次 因為過去就是在當評審的時候 有看到很多不一樣的作品 所以相對來說 涉略的範圍也變得比較廣 所以當然看到很多不一樣型態的節目的時候 也會覺得是不是跟之前有哪一個節目很像啊 或者是說有什麼跟以前不一樣的地方 也是也會更專注在其他的技術系列上面 因為我本身對於節目啊 戲劇這些事情蠻有想法的 然後很多人會覺得說可能念理科 念這些事情會比較有用 可是我覺得娛樂產業 它是值得我們更多的投資 就是我自己是覺得說 譬如說在我讀書很累的時候 我會覺得說可以看到很好的節目 可以看到電視 就是會讓我覺得心情很放鬆 所以我覺得說 我應該要更了解這個行業在做什麼這樣子 就是覺得說可以更決定自己的事情 然後現在不是就是108課綱 也是更注重說小孩們的想法 就是我們應該要為自己 能夠發生的事情發生 然後也要更有自己的主見 來面對各種問題 呃就是當評審的時候 你可以去觀察到節目裡面的小細節 就是譬如說配音的人 他可能會有在一個小地方的時候 他有一些喘氣 但是如果我們當觀眾去看節目的時候 就只是就只有觀看而已 沒有到其他的想法或是沒有了解更多 響應媒觀基金會舉辦兒少節目五星獎評選 中家寬評長期關心媒體素養教育 今年也持續支持媒觀舉辦的活動 透過評選機制與獎項設立 鼓勵台灣兒少優質節目 從兒少視角出發 請聽兒少的聲音 持續產出優質創新的內容 記者李錫慧台北報導 在這裡